我们简单回答一两个港股 免得没什么回答港股 Conny Chow 观众想问2380 2380 还有902 390 那个三个你选择来答 那我选2380 因为这是我今天的第二值 我想定如果不是比较低就是2380 2380 它4.5毫八有货 它说反弹目标位看多少 其实如果反弹目标的位 如果真的纯粹当反弹 其实可能真的跟它买入价不是相差很远的 但是至少我自己这样看 就是你现在这一刻内地要开始 就是经济有机会重启 应该对它们有帮助 第二就是碳对它们来说成本 其实应该是会有少少减压的 就是那个煤价是什么 那个煤价应该对它们来说 应该是减少少压力的 那变了其实现在你看到内地这一排 就是你稍为出一些政策 就是想推动多些renewable的东西 那2380都是其中一只叫做转型 都算转得OK 至少上次大家没有过分炒作它 是的 那在它的renewable的占比里面 和它收入上之前的增长 这间公司算是这些火电股转型概念里面 我们仍然都将它放在第一位 所以会选它 但是就短期 可能看着大概3.6附近 会不会有个风险管理要留意的位置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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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